分波中心和网点的运营正在逐渐的恢复 目前全市有20家大型的分波处理中心已经投入运营 涵盖了优正企业 各主要品牌的快递企业 跨境基地企业和外资公司 那么还有八家分波中心将于近期陆续投入运营 那么回复运营的分波处理中心已经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同时580多家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开始对外营业 返港的一线从业人员也接近两万人 运能运力正在逐渐的释放 那么我们预计 那么到六月的中上旬 全市所有的地底企业的分波中心 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 能够全部的恢复运营 我们下期再见